作為一個流亡者,剛剛在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 而我要對抗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打壓香港人的政權 其實我是充滿了無力感的 這個字我們用了兩三年,每個人口頭上都掛著無力感 但怎樣將無力感化為一個正向的推動力呢? 我記得他們在六四集會、非法集結判刑之前 民主派人士當中其中一個人 他說過其實今年過後每年六四 任何地方都是維園 去換成更多莊稅的人 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他是成功了的,因為我在中學生的時候 我知道什麼對什麼是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都可能是六四的燭光晚會 為什麼我們繼續要在每個人的心目中 或者每一個人能夠觸及到的地方發生這件事呢? 是因為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成長在一個大家都有少少少唾棄 六四燭光晚會 覺得台上那幫大中華膠 做一些無謂的事情 阻止自己 阻止香港人發達的狀態 但是 他對我的影響不是因為他 致入了一個我想改變中國的意念 而是我知道 當年有一幫人為了做一些正確的事 走上去天安門廣場 他給了一幫不義的政權 或者不義的人 用不正確的方法打壓和殘殺 我就知道 這是一個人用血的代價 去示範給我看何謂對劃錯 很簡單 如果我們不再利用 好屎盔的作為一個香港人 人家的血已經流了 人家的命已經沒有了 我們不好好去利用 他們用身體做出來的一個代價 我們認清了這個真相 有兩個最大的意義 一個就是我們令到他們的犧牲有價值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不可以讓中共散改歷史 為什麼我們知道六四的真相 就是因為六四晚會 就是因為支聯會他們那幫人天天說 我才會知道 這個就是真相 如果我們再停止說 我們再不說 六四燭光晚會在維然消失 六四燭光晚會在我們人的心裡消失 五年後或者三年後 人們就會覺得六四是一個神話 天安門的大屠殺是一個神話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我就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們的燭光不在維然 我們的燭光是 你可以找一塊草地就可以 你沒有草地的話 你心裡有一個地方給燭光 他每年都會搞下去 一位講得很好的年青人 就跟我們分享了 可能在六四的時候 他都未出生 但是他就告訴我們 他因為每年的六四燭光 然後看回這一段的歷史 他知道有很多人犧牲了 然後這是一個血的代價 我們要令到犧牲了的人 要犧牲的意義 就靠我們繼續承傳下去 還有就是不可以讓今天這個極權 繼續在這裡說謊 然後去篡改這一段曾經發生過的歷史 我想每一年我們都在討論 究竟我們出來悼念六四的意義在哪裡 今天我想真的多了很多重意義 還有就是大家都會很清楚 如果我們不去記住這段歷史 我們不去為這一段歷史去反省 我們就算真的還會記住它 但是仍然都會發生2019年 這個反修例在香港的鎮壓 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這位年輕人 他的心聲 這個我們沒有白費的 不是一個老人家的活動 今時今日我們見到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重新去反思究竟悼念六四 悼念一件他們沒有見過的事 是有多重要的 這就等於一件事 我們其實未必連結 但是我們間中也會去記念五四的運動 五四的運動在19幾年 大家都肯定還沒有出生 但究竟為什麼我們要記住這些活動 我认为这就是历史,历史不一定是你要亲身经历过 所以今天很多香港人都有继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们才会有周云彤 或者我今天很忙,今天是6月2日的晚上 温哥华时间6月2日的晚上 其实影片推出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6月3日 我早上去了UBC的大学民主女神像 6月4日才到林思齐公园 现场我们除了献花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人出来发言 不过没有我份 大会也叫我,不过我的心情很难在现场可以说话 但是仍然有很多很有水准的人 其中也包括另一位的年轻人 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偶尔都会跟他吵架 多数都会在六四的,就是这个阿仙奴等来的 还是我死亡狗 所以大家真的牛头不搭马嘴 他就是前中大学生会会长周树峰 今天他也有发言 我记得在现场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会心微笑 为什么呢? 我记得那些年在香港的时候 周树峰也是其中一个年轻人 常常叫人不要去维园 行礼如宜 民主的中国关我差事吗? 叫大家不要去维园 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 纪念六四的方法 其实我都觉得没问题 但是他们可能那些年最多的争拗 就是维园的烛光的重要性 但是今时今日 今天早上听到他 他在现场 他就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六四是这么unique 在共产党的治下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灾难 很多很多的悲剧 大约晋亦死了几千万人 文革亦死了可能以千万人计算 但是为何六四没有死那么多人 但是为何他这么unique 他又跟我们分享 而且很开心 看到他很主动出来 亦是新的世代 他可能也没有经历过六四 他有没有35岁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35岁 可能真的没有 OK 可能还是一条精蟲 但是他今天都会明白 不用一定要自己经历过 你可以去讨论历史 究竟真相是什么 今天当权者是否在说真相 今天的当权者仍然选择在说大话 还要是死不悔改 那这种死不悔改 我们是很难去包容的 虽然我们应该每个东西都包容 对吧 但是其实有些事情包容不了 因为你包容不了你说大话 因为你一说大话的时候 你继续是不去反思的 你每一次都是用飞机大炮 用刀刀枪枪 用打横来 然后今天也有香港47人 Jimmy Light 反修例带来的香港之痛 所以这些都是在在显示的 就是没有反省 所以就算今天民主的台湾 每一年都会纪念1947年的228事件 这些事情是每一年 其实都是藉着一件历史的事件 带来给大家的反思 以及一代一代人的反思 反思做什么 反思就是令到他不要再重蹈覆设 但是今天我们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仍然 就像刚才这位 刚才影片的年轻人说 很多人仍然在装睡 所以六四对我来说 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透过热点灼光 去唤醒那些扮睡觉的人 装睡的人 说得很好 这是老迅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老迅的故事 老迅曾经也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在一间密室里面 擠满了人 大家都出不到这个密室 然后 或者是否完全没有方法出到这个密室呢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选择放弃了 算了不如就死在那裡 那怎样呢 早点睡觉 早点睡着 一边睡一边死就最好 自然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有人叫醒其他人 其他人就说 你为什么叫醒我啊 顶你个肺 我又睡不回了 然后突然 一边呼吸 没有空气死 很惨 但是有些人的选择 就是不要假扮死 OK 我们真的不如找一下 有没有方法 可以出到这个密室 所以其实就是放弃和不放弃 还有就是 你想为自己的人生去作主 或者是你选择做奴隶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分别 分别的所在 那 继续在这一两天 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就在不同的地方举行 也都正如这位年轻人说的 就是他说他听过的 一位民主派人士说 2020年之后的维远 的六四 没有了 跟着然后呢 就将会 在以后的岁月呢 就会在不同的地方 在每年的六四 就都会有维远 那这几天 其实就是 是真的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继续 就是这种维远 燭光的精神 那我今早早一起床 收到的就是 刚刚在6月1日 在多伦多 举人的六四集会 那 在多伦多的六四集会 相当之多人 其实有成二千多人 那你再说一次 那些人就 看不起二千多人 二千多人是很多的 在海外 OK 那就是 还有地理环境的问题 多伦多也太大了 那你无论在哪裏 搞六四集会 或者搞个集会 你都很难 group 所有的香港人 因为可能车 无论你在哪个地点搞 总有一些人的车程 可能开车都要一个小时以上 那所以今年 其实有二千多人 如果我记忆中 一定应该是多过去年的 还有现场的气氛 其实相当之浅热 那我今次起床 就有些多伦多的香港人 就打电 就送信息给我 告诉我 他说 师叔 我昨天终于带着我的亲戚 朋友 在心中 那些在香港 去 已经再没有维园的烛光 的朋友 亲戚 我带着他们在心中 跟着我出来了 所以昨天 在多伦多的集会 一定是不止现场 看到的二千多人 因为 每人都带着十多二十个 可能有些带着一百几十个 所以其实是有几万人参加的 如果你问我 所以 我觉得 今天 不可以只用眼睛去看 那个数目 你要用心去感受一下 现场的气氛 是怎么样 还有 6月1日 我们也看到 还有 这个 多伦多 是 Ontario 的市长 亦是在香港出生的Olivia Child 她其实也有在 一个集会里面 发言 所以 就是 就是 溫哥华这边都有 一会儿再说溫哥华 所以 多伦多 还有 朱耀明牧师 昨天在集会里看到朱耀明牧师 今天朱耀明牧师 已经来到溫哥华 刚刚就举行完她的分量会 我想在 未来6月4日 我们在林思齐公园 她都应该会在 因为 我记得她应该是6月4日之后 才再回到台湾 我今天跟她打了一张卡 很开心 看到她 然后 将一些 戴耀廷要我 说给她听的说话 OK 那我就说了给她听 那 未来 这一两天 其实 我在等着和她吃饭 很想念 很想念朱耀明牧师 她今天 是刚刚来到 溫哥华 一落机 然后 就立即去到 分享会的现场 立即去和大家 做她的分享会 所以 她老人家都会很累 希望她这一两天 在溫哥华可以休息一下 那我们今天 其实今早 还风还雨 溫哥华 很少还风还雨 今天我们 在UBC 的 献花给民主女神像 那段时间 下雨下得很大 那 其实都很应景 天都 每一次 都是 去到 这些时刻 好像都在流眼泪 那 我记得 在以前的 维苑的燭光晚会 其实 真的很多年都试过 明明是不下雨的 去到六四晚会的时候 就傾盘大雨 大家应该都记得 很多人都像我那样 遮都不担 我们都 凹到 湿了 那 这个 我们都觉得 Sorry 没什么所谓 就是 已经 也都不是 就是 又 怎么说呢 流血 人家都流血 是不是 我们其实 凹一下雨 或者流眼泪 又 又会 算得 是什么呢 那 还有呢 除了 就是 这个 多伦多 今天 6月1日 有集会之外 其实 再 再浪费一点点 都不浪费时间 又说一次 世界各地 其实 我现在说出来 可能有些 都已经 过了 但是 就 尽量 就算 我说 多少 都说不完 所有 在分布全世界 整个地球 在 6月1日 至到 4日 和六四有关的 悼念活动 但是 都要说一下 那 在台湾的香港人 先听着 6月4日 正日 就在 晚上 6月4日 6点40分 他们就选了 6月4日 6点40分 在中正纪念堂 就有这个 追求民主 无威无惧的晚会 那 其实呢 在那天 就两点钟 开始到 下午 就会在中正纪念堂 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譬如 包括两点钟 就由華人民主书院 主办的民主市集 将会由 不同的民间团体 就在那里摆摊 3点钟 也都会有一个 叫做 新死存亡 六四三十五周年 艺术展 的一个导览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在5月20日 至到6月13日的期间 在中正纪念堂 就会由18位的艺术家 共同去展出一些 和六四有关的展览 最值得看的一个呢 就是会是一个 3D打人的 国殇之柱来的 那 翻译这个呢 就是 丹麦雕塑加 就是放在港大 现在放不到 高智活的 六四的 国殇之柱呢 就会用一个3D打人 那现在呢 就放在中正纪念堂上 给大家拍照啦 给大家参观啦 悼念啦 那这样的 那所以呢 就 就是 一直会放到 6月13日 那 在六四的正日呢 还有下午的 4点半 亦都有一套的 纪录片叫 《独身之国》 那也都呢 是会播放 那一直直至到 6点40分 就会是 在台湾的 六四 燭光万回 那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在台北的 中正纪念堂 那希望 香港人呢 就算你在台中 高雄 你都可以去台北的 因为其实都很方便 不是很艰难 刚刚大家的517 521 524 都已经试过 所以呢 值得再因为 六四的集会 去台北 那就 那 论英国 英国 倫敦其实有的 但是 因为我收的资料 迟了 我自己的问题 对不起 但是也说一说 其实已经过了 6月1日 就有 六四三十五周年 反送中 五周年 两样东西 加上的 一个燭光万回 那他们其实 已经 我说的 已经举办了 晚上7点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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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就在Fairfield Park 在Kingston 那里 这个就是在伦敦其中的一个集会 还有呢 应该在伦敦国会广场 6月2日都有 就是我正在做节目的今天 就是在2点半至5点钟 都过了 在Parlament Square 在伦敦国会广场 也都有一个叫做 胡锯跨境打压 无忘六四抗争 35周年 倫敦集会 也都有 那6月4日 正日未到 大家听着 晚上8点到10点钟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外 就会有六四的燭光万回 这个就未举行 大家记得去支持 在英国的香港人 再说一次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外 晚上8点到10点 6月4日 星期二 在伦敦就有这个集会 还有Manchester 之前有说过 再提一下大家 就是在 Saint Peter Square 6月4日正日 晚上7点到8点半 有六四 35周年的燭光万回 又是 大家在Manchester 香港人不要错过了 还有 也有些过了 包括在美国 6月2日 35周年的六四燭光万回 在波士顿 刚刚做完 就是晚上7点到9点 在波士顿的华埠天安门纪念碑 那里 就是做六四的万回 这个就过了 好了 还有就是星期一 可能你刚刚看这条片 还赶得及 就是晚上7点到9点 就是在美国的三藩市 就是在西岸 那里 就是六四大屠杀 35周年的燭光纪念 地点就是在三藩市 中国城花园角 广场 再说一次 三藩市 中国城花园角的广场 7点到9点 如果你准时在6月3日 看这条片 那就 那就是师叔 提醒你们 记住去餐场 那刚才多伦多多说过 就在6月1日有集会 那6月4日正日仍然有活动 就在这个中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 就是多伦多的中领馆 那六点钟开始 就有六四抗议的集会 那大家就希望呢 到时也记住去到多伦多的中领馆去餐场 温哥华 我留一会儿再说 我自己的地方 那还有说一下 日本也有 是的 日本在正日6月4日 晚上6点到8点钟 就在新宿站的南口 JR线新宿站的南口 就有这个六四的纪念的燭光万会 那这个就在日本的新宿 日本不像一个地方 还有日本的大阪 大阪都会是在正日的6月4日 下午2点半开始 那也都会有六四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那就是在大阪市人公园西侧 人是兼人的人 OK 大阪市人公园西侧 那就是下午2点半开始 6月4日 所以在大阪的香港人 和在新宿的香港人 甚至就是东京 都不要有错过了 其实除了集会之外 还有这段时间 不断在整个地球 可以告诉你 还有这个 恨同在监狱这一套纪录片的放映会 在不同的地方 正在做放映 哇 真的多到我数都数不完 那就 盡量说了一些 发生或是未发生 我有资料的 就说一下 Birmingham 6月9日 其实伦敦做了 我知道 不过我忘记了实际时间 但好了 先说到未发生 去到6月9日 即是 再下一个星期日 会有两场 She's in jail 恨同在监狱 在英国的白明汉 Birmingham 都会放映 地点在哪里 Midlands Arts Center Hexagon Theater Canon Hill Park Birmingham B112 9QH OK 那就会有两场 放映 一场就是 1点半至3点15分 另一场就是 5点钟 下午5点钟 至6点45分 再说一次地点 Midlands Arts Center Hexagon Theater Canon Hill Park Birmingham B12 9QH OK 大家 不要错过了 其实 澳洲 Signy 6月2日 已经做了 行动 在监狱 即是今天 我拍片的时间 2点至5点钟 就在 Latchlands Line Square Java CCT North Ride NSW 2113 也做了 接着 布里斯本 在澳洲的布里斯本 在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City Level 2 308 Queen Street QLD 4000 OK 大家快点去查一下 在昆士兰大学 他们在6月8日 就会在2点半至5点半 就会在澳洲的布里斯本 亦都会有行动再监狱 有一场的放映会 澳洲的黄金海岸 就 亦都会在6月9日 2点半至5点半 OK 就在Southport Community Center Conference Room Level 2 6号 Lawson Street Southport QLD 4215 这个地址 OK 亦都会有一场 恨同在监狱的 在澳洲黄金海岸 就会放映 这些都是六四的活动 其实 再强调一次 我说不完 因为我真的收不齐 那么多的information 也都赶不及了 所以大家要Be Water 但我总之 尽我能力 我有多少就说多少 因为我觉得是有用的 譬如在温哥华 今天早上 参加 民主女神献花 有些香港人 甚至刚刚来 都没多久 他们说 多谢师叔 我看了你的影片 然后就知道有这个活动 或者知道有6月4日 在林思齊公园的活动 因为大家 可能有些刚刚来 都没去过David Lampard 没去过一些 以上讲的地方 所以 比你知识会好些 所以 我尽量和大家去分享 我觉得 都会 叫得一个去 就是一个去 有些真的找不到 找不到资料 这个都是 宣传上 其实都 大家都明白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anyway 尽量和大家去分享 所以 让大家看到 每个地方都有 维远 今天在地上 大家都在选择 不为妄 而且 我觉得 都真的要给 一个credit 给邓炳强 不要骂我 你们有骂我 我知道 但是 很难找到一件完美无瑕的垃圾 去做一个反面的教材 邓炳强 肯出来帮帮忙 我觉得我们也要衷心多谢他 做反面教材不容易 大家不要以为 如果只靠我们每年来说 很多人都嫌我们口臭 但是不同了 邓炳强 这些 做一点点 或者出来专门两句 这样 就可以 这些 都算是高级黑 所以 不排除邓炳强 心是六四 选择 他直接选择 拒绝遗忘 要不然 每年都要做些事情出来 他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裏 就是做一件完美无瑕的垃圾 所以我觉得 都要多谢他 多谢他 令到很多 整个地球的香港人 又多多少少 我想 一万几千人一定会召唤 所以 大家就走出来 跳起顶着 找一下自己的地方 附近有没有六四集会 没有啊 都自己走出来 找个公园站起来 不是开玩笑 点一支蜡烛 还有就是 这支蜡烛很重要 很容易点 未必需要 一定要在一个公园 总之 这支蜡烛你可以点着它 然后 跟着 任何地方 在6月4日 都是维远 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情意结 因为我们曾经 背负起这个使命 就是在整个中国的地方 最厉害的蜡烛 最厉害的烛光 就是在这个维远 那我们是 堅守着一些 我们相信的价值 民主 自由 甚至是 结束一个 一党专政 或者 结束一个暴政 那这些 还有可能 有人是继续 要求去平反 那 不要紧 而且 今天很简单 今天 每一段历史 都是如此可贵 我们没有办法去忘记它 好了 那说到 我的地方 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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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活动 之前说过很多活动 剩下的活动 剩下的就是 64 正日 我们就在林斯齐公园 Davidland Park 1300 Pacific BLVD Vancouver BC V6 Z EY1 OK 这个 就在Google Map 打林斯齐公园 搞定了 晚上七点半 直到晚上九点钟 就是祝国晚会 但是 四点钟 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认识六四历史的展览 还有 专业漫画的展览 还有 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 小烛光的环节 还有乐队的演奏 然后 再到晚上七点半 至九点钟的集会 所以 其实那天 大概 简单说 由四点钟 至到晚上九点钟 去年 就有三千五百人左右 参加 大概是历来 在温哥华最多人的一次 也是 去年是我第一次在温哥华 参加六四的祝国晚会 今年 有 有 朱耀明牧师来了 今年 也是三十五周年 也是 反修例运动的五周年 也是 雨傘运动的十周年 真的找不到理由 不去 我希望 其实我也很希望 人数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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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很明白 无论身在何地 今天 仍然有香港人 出席这些集会的恐惧 这个交给你们 交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 不要紧要 OK 有些人会早些打败恐惧 有些人会晚些打败恐惧 不要紧要 但是记得一件事 走得出来 带心中带卖 今天在香港 出不了来发声的朋友 和亲戚 带着他们 一起继续在维园的烛光 我们去悼念六四 我们也有新民主党 在温哥华东 温东的选区 有我们的国会 下议院的议员 杰尼关 关慰晶 是一位和香港 站在一起 很紧密地站在一起的 一位加拿大的议员 他在今年的六四 三十五周年 他出了一个声明 我也想读一下这个声明 1989年的6月4日 我与全世界的观众 透过电视画面 看到令人一身难忘的景象 和平争取民主的中国学生 受到共产党政府的残暴镇压 在这件震惊世界的惨事发生之后 香港人每一年 在六四都会上街到维多利亚公园 进行悼念 而大陆的人民 包括在天安门遇难者的家人 都无法公开地去进行悼念 香港人没有想到的是 和平示威被政府暴力镇压 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受到踐踏 这样的事 竟然会在香港今天发生 六四三十年之后 2019年的夏天 我们看到香港警察使用 令人难以咨询的暴力 对待平民和示威者 第二年 2020年 北京还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定立香港的国安法 将政府侵犯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权合法化 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前夕 我们看到香港政府以国安法 将参与立法会初选的人士判刑定罪 这些民主派的人士 只是按照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力 去参与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却被事后先订立的国安法控告 这个模拟是北京对香港 異见人士的政治迫害 加拿大和其他民主的国家 都会就此作出公开的谴责 《基本法》列明香港人享有言论新闻 出版结写集会 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个是《基本法》第27条说的 以及享有选举权和被选权 这个是《基本法》第26条说的 令人痛心的就是 中国领导人不但没有反省六四的历史错误 和惨痛的教训 还将专制延伸到香港 破坏了一国两制 和违反了在联合国注册的国际条约 《中英联合声明》 在香港人完全丧失了上街悼念六四权力的时候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均有举办 《纪念六四》的活动 在6月1日我会去到多伦多参与 由支持中国民运会 中国民主阵线 和公民会在北约克内市民广场 举办的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 和香港反送中抗争5周年的纪念活动 香港维运六四热光晚会 我希望能够在6月4日晚上 在温哥华的林斯齐公园 看到大家 让我们一起悼念天安门被屠杀死难者的同事 亦为香港被压制的朋友去发声 Jenny Wan 最后跟香港人说一声 香港人加油 很感动 所以所有的人都stand with Hong Kong 所有人仍然是拥抱着民主自由法治 这些普世概念的人都仍然是stand with Hong Kong 所以我们作为香港人 我们怎么能够摆下他 我们自己都要赞气 所以没什么要说的 最后希望的就是 我希望在6月4日 在林斯齐公园 看到每一个在温哥华的香港人 我们继续悼念六四 六四不是一个敏感的日子 我们带着我们在香港的朋友 亲戚一起在心中 一起悼念六四 最后结束这一条片 有一个朱耀明的片段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朱牧就在刚刚6月1日 在多伦多的集会里面 亦都有一些的讲话 但是拍摄就未必很清晰 或者还有 到最后都可能有少少断了 希望大家就不要太介意 但是多谢我在多伦多的朋友 跟我分享这些相片 分享这些影片 多谢你们 好了 六四 我们在林斯齐公园见 我们执着公园 这个蜡烛 是表明我们与受苦的人一同不同 他们不是公园 我们是和他们同心 我们会集在这里 会告诉所有世界的人 听 六四的屠杀 我们要告诉世界的人 听 香港无数无辜的人 被监禁三年 三年 有人 孩子出生 三年未经过 三年未经过 一会儿 一会儿